你爱结不结 你要是不能结你就过来了 咋大路怎么在结人呗 女的结婚一定要出到男的家去吗 我上她的家去 我成老妈子了 我还伺候她 你说为什么女人生孩子 明儿一定要随她的信呢 我什么都付出了 孩子也是我怀的 最后还得跟她信 还为什么我一定要去他们家 伺候她爸她妈呀 她咋不把我爸我妈接她家去呢 她怎么不撕我爸我妈呀 太不公平了就有点 不是姐妹 我说实话啊 你问这问题 有点没良心你知道不 咋没良心呢 你也是女的宝宝 你当时找女家人的时候 你说你要找啥样的 你就非得找有房有车的 没法没事你不不干吗 现在你找到一个有房了 然后你到她家来住 你就说 我为什么非得搬到她家来呀 你俩在一块之后了 成立了一个家庭对不对 你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你还在乎什么她家你家呢 但不非要找有房的 没房的你也不干 然后问出这些问题来 再说说生孩子跟谁信这个问题 我真觉得你这问题 问得让我有点无语 你知道不 这不就是一个咱公正的一个传统吗 是不是 是倒是 你这么点 你回去 问问你爸 问问你妈 你说你现在能不能给你妈信 你看看你妈同意吗 你说什么 孝敬公婆 从小能看人家婚礼上说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高堂拜的不就是双方父母吗 既是她父母 也是你父母 这不都拜了吗 我说结婚呢 就是她家多了个女儿 你家多了她这么个儿子 你愣一结就 她一结就结 她一不想结你就不结 我就总结一句话吧 这个婚姻 就是需要两个人共同付出 家庭需要两个人共同承担